本系列由新马胜利工艺坊冠名赞助播出 亚特宫 马来西亚的典型乡土神 在马来西亚非常非常有名 也可以想是马来西亚的土地宫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我们华人祖先 从唐山下南洋的时候 当他们看到当地也崇拜着土地神 也跟着一起崇拜 也是最早期种族和谐的倾向 达特宫在当时的马来社会被称之为克拉曼 也被叫做达特 当华人移民到当地的时候 也跟着一起入乡随俗参拜本地的土地神 于是在达特的后面加上一个公字 变成了达特宫 成为了马来西亚独有的信仰 当然在新加坡也是有达特宫的信仰文化 而且经过这一次新加坡的旅程 我看到新加坡的达特宫文化比马来西亚更加浓烈 到底我看到什么会给我下如此的结论呢 今天阿杰云游新加坡系列 带你去看看新加坡的达特宫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未公开影片的话 可以在下面点订阅顺便按铃铛过后 可以在上面的加入键点下去 每一个月10块钱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如果你是iOS用户的话 可以等到片尾画面出现了过后 在这个方格点击加入会员哦 今天来到这庙庙 新加坡最富名的达特宫庙 大家都想到达阳大贝宫 其实达阳大贝宫 它的这个历史啊 其实还不算是很 只是在1980年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渔夫死到几个精神 然后就开庙就这样子发的 所以我们今天咯 就来看一下这后面这一个达阳大贝宫 其实它的旧庙哦 经就是没有了啦 这个是班来请到已经分旧了 这个就是整体啦 这个是达阳大贝宫 你不要看它这样子哦 如果开回外角 所以就可能你看了 会觉得有一点小的 其实你站在前面是真的很大 以前这间庙啊 这面也这么大 也是一个板屋 我板屋烧掉了 然后它的被工和精神 是没有事情的 过后就跟它起庙 起庙起在一个靠近牌边的地方 所以这个刷片公司 算是坐山看牌的第一点 然后过后这个庙啊 就年久时久 然后就本来现在这一个地方 依然的效果还是很光奋 这个就是它的天宫 刚才它的天宫暗楼这样大个 可以放很多金银纸啊 这个就是洛阳大贝宫的这个门边 你看上面这里啊 哇 证明它真的是花大钱 很多人报销 然后走进来大殿这里了 你就可以看到主座就是贝宫啦 这边就有贝宫的龙拐 然后啊 我们去要这边 看这个贝宫很大尊 其实啦 我有听说啦 我有听说 就是当初那一尊 贝宫啦 有一尊贝宫小小尊的 在这一个大赤的精神里面 我有听说啦 这个东西 就是在 这一尊正殿的大尊的 是有听说啦 它的精神后面 其实是有一个洞 那当初他们就是塞那一尊 开截的贝宫小尊 然后这一个下面的这一尊 是一线正殿的贝宫小尊 我是这样子听说啦 我是这样听说而已 但是哦 我可以跟你们讲啦 有一些精神 然后你看它训练 这明明它真的是老精神 那不然就是它想我是真的很旺 才会这样子 所以你看上面 有那个张宫圣君啊 甚至是厂商天室啊 关公啊 马祖圣殿上去 关林大圣啊那些 很多都是旧庙老精神来的 所以就代表它的香火是很乱的 旁边这边呢 就有这个六十甲子太岁 这个六十甲子太岁 就蛮完整一下 然后下面呢 就是这个今年的十年太岁 在这里就有五蝇 你看它的五蝇也是很散的 很有威严的一个五蝇啊 因为它就很像真的是有百震啊 我现在发觉到你看它上面 哇 上一次我看过这种屋顶 好像是在KL的前后宫 这边呢就是 樱殿 也是我目前为止看过最大桌的樱殿 蛮豪华一下 然后中间这里就有这个地藏王菩萨 陈王爷还有包工 然后你注意看 其实它还有开极的先生 下面这最小桌的这个就是开极的 将军是开极的 因为烦恼一下 你看这边就是有很多阴森 大地阿贝啊 中奎啊 肖子爷那些 流头马面 古贵将军 再来这边呢就是金钱佛 金钱佛呢也就是在阴祖里面有管 这一个你们祖先的这个财户 有一些祖先啊要是在 阴府里面啊就是被判刑啊有什么 子孙又烧东西给他 就是给金钱佛来先接管 当然金钱佛的影片以前我有讲过 可以点来来看 旁边这里有一个厅子 就供奉着一些好兄弟的 男女十类孤魂 这些就是好兄弟啦 来到这一边啊这一点就很特别啊 就是印度神 然后这里祖座是干达巴蒂 给你们看到这个 这个神 这个也是干达的 然后在达门这里就是相神 所以嘛他干达巴蒂 这边相神他真的很大 比我那个时候去 看的还要大 这一个呢就是他的座骑 老鼠 这是他的座骑来的 可以给你们科普一下干达巴蒂相神 其实相神它有着智慧之神的意思 然后呢在华人的眼里 相神也是一个财神 开财的 所以很多华人都很喜欢把相神供奉在家里 因为他们相信相神代表着富贵 荣华富贵 可以带给他们好事连连 这边呢就有供奉很多印度神 中间的这一尊啊就是 印度牵手关灵 布格阿玛 然后旁边这个就是 Lakshmi 迹象天女 再来的这一尊啊就是 布鲁嘎 印度的战神 你介绍一下你来什么 我跟你说哦 OK 那个渡苗那边呢有个石头 那石头呢你要熏着我叫做烟 你熏了之后呢 可以看到号码咯 有彩蛋在那边咯 去看看咯 有彩看得到吗 有彩蛋咯 我跟你说在这边 OK 就是这个 OK 明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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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不会去吧 是 不会去也可以 你没去 然后他去的时候啊 看很多医院的时候啊 他就会出现号码咯 可以咩 所以很多 你看到很多人呢 就蹲那边在看号码咯 然后看号码 你要蹲半个小时啊 蛤 就是这样看 然后他就会写出 不时钟 阿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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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一个 有一个 有缘看得到啊 OK 这里就是 达豆公 达豆公 达豆公没有金身 就是一个洋葱那样 而旁边下面这个 是不是它粉末 然后你看这个雅豆 其实这个就是它的形象和精神 然后这一个两边 就刚刚这个马蒂的叔叔就有讲 这个是帮你 他的左右手 可以给你们讲 在新加坡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场景 在马来西亚要是给一些人发现到这样子 你看没有来搞 这边就是达兜的五营达兜的帮你骂 这个也是很爽见 所以这个达兜是真的很特别 而且也是有缘进去到里面 我可以跟你们讲 如果你要是在马来西亚 我们这样子搞 很平坦 但是新加坡 可以看到他们的种族是很和谐的 尤其是刚刚跟叔叔有讲 就是这边的马来人 也是有过来 也是有去念经那些 那种开放 其实他们就是把他们当作一个长辈 这样子的 没外呢 蛤 蛤 蛤 你很荣幸耶 蛤 我来这边多多次咯 我应该没有开口 蛤 这样子我吃进去以后我是第一个啦 不是啦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你很缘分咯 缘分 但是你没看过 达兜金森的 新加坡有一尊达兜哦 是金森的 然后很大尊的哦 最大尊的 在新加坡最大尊 在新加坡最大尊 这七少爷每次都很喜欢显高人 我以为这个达兜公已经很特别了 没有想到还有一尊新加坡最大尊的达兜公 他都已经讲到这个样子了 肯定有看头 现在就来去九条桥这个达兜 来看一看 最大尊的达兜金森就在这边 你骗我啊 这个主神是达兜的 在后面 达兜跟达兜不一样好不好 跟你讲我带你去看 OKOK你带我去看 你不要骗我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主店 主店是达兜 然后一些众神 然后最特别的是旁边有这一尊 干达兜不一样 其实新加坡人还是蛮崇拜 干达兜不一样的相声 当然还有旁边 龙边这边就是他的 无垠 蛮特别一下 哇真的是达兜耶 打准一下 我跟你说 九条桥星巴安达兜庙 是一间百年老庙 嗯哼 他们在以前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甘邦嘛 他们就发现到一个大树下 经常出现一条眼镜蛇 跟一只白兔在一起 在一个大树下 嗯哼 走近的时候呢 又看不到哦 然后居民呢 就去问那个清水盐的主持降机嘛 嗯 就跟他们说了 哦 你们这些甘邦的 villagers就是村民嘛 对不对 嗯哼 没有拜 所以他们就立了一个庙 来拜这个达兜 在大树下立了一个小庙 来拜达兜的 这个神 所以就越拜越灵 然后到现在 当时只是一尊小小尊而已 一粒石头啊 啊一粒石头小小尊就可以 过后就雕金身 小个 然后就他们的庙其实办了十多次了 嗯哼 东西落后在这边 然后他们在办这个新庙的时候呢 就决定做一个很大尊的这个 啊 达兜 嗯哼 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尊 全新加坡最大的达兜公 目测应该是有六串的这个这尊新生 有六串 太大尊了啦 这个而且这尊达兜是 打坐形式的达兜公 来的这个就是开机的金身 满老然后旁边呢 还有一些 应该就是那个当初的什么石头啊 树啊那些然后还有这个他的眼镜蛇 还有兔子 这书基本上这一个达兜的就已经看了啦 说 讲真的啦 新加坡真的是一个 非常有种族包容性的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 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 比起我们在马来西亚真的是很 我不懂要怎么样形容啊老实讲 但是如果你是讲在新加坡完全就没有任何 什么 拆掉达兜公啊 还是弄掉达兜公的那些case 完全没有 是因为这里的 种族真的非常的包容 他们也明白 这些就是他们的可能是他们的 长辈先祖 那一些的 我觉得还好啦 这边达兜公的文化 有被保留下来 其实在新加坡啊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讲啊 除了就是一间庙以外 其实你可以看到啊 这整条街啊 整排都是庙 全部连在一起 因为你们也知道 新加坡很多这种住家团啊 然后就可能他们办事太吵就吵到了 然后就complain啊 还是什么东西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之下 他们可能政府批一个地方给他们建庙这样子 不至于赶尽杀绝这样子吧 所以你们还会看到这种奇特的现象就是讲 可能在一条街 你会看到整整排庙都连在一起的那一种 啊 所以你们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到Tampanis这里 啊 可以去来去看看一下 看可以走几间庙就走几间庙啦 当然也可以拜访这尊 富有百年历史的达兜庙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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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